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慢慢来做解说了 我们稍微看一下 整个指数找牌是直接跳空开高 这一开就涨了109点 可是你有认为在开高之后 台北股市来到高点 没有 现在台北股市又继续涨 涨了快200点 所以整个台北股市 它已经把昨天这根K线 全部都吃掉了 现在你看到了 跌升之后有反弹的机会出现 但是台股有没有机会再继续往上空 有没有机会继续再往上空 那各位其实相关的重点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有时候因为现在这个盘 卡在肺炎的问题之下了 所以操作上本来就是有一些难度在 但是我们会尽量的 去把这个盘的走势 很仔细的跟大家去做分析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提早 来告诉各位盘会怎么走 所以相关的重点 我们都已经放在这个LINE X里面 3月份开始因为LINE要收费 我就跟大家讲说 3月份我们的LINE X 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模式 我们不要写一堆了 否则到时候那个算钱会算很多 所以3月起我们在盘中 我用3到5分钟的时间 我用影音的方式来跟各位解盘 来跟各位去讲个股 所以我说希望我们这个LINE X能够帮得到你 那能不能帮得到你呢 如果你昨天看我们的LINE 或者是你昨天看我们的节目 我都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盘要弹了 这是昨天3月2号 我说本周先跌后弹 那待会我们会讲反弹的股票在哪里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它弹得起来 昨天我跟各位讲 这个盘虽然昨天跌下来 但是我认为它要弹了 原因在于国际股市的变化 因为昨天我在跟大家讲的 我说昨天的美股 因为前一天的美股打下来之后留下影线 你留下影线你又出现爆量 这代表说已经有人在低阶了 对不对 那尤其像高科技股打到年线之后没有破 结果是开低走高 收平板左右 所以我说年线这个位置应该是重要的支撑 有没有 然后结果废办也是一样 几乎来到年线开低走高 结果都弹起来 好 所以呢整个美国股市呢 你就会看到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这叫做什么 报复性的反弹 因为一涨了涨了5%左右 涨了1200多点 那最近的盘市呢 国际股市或者是台股 都受到肺炎影响 所以忽涨忽跌 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很多人觉得说这盘好难做 好 那各位 掌握得到它未来的变化 然后能够掌握得到它的机会在哪里 其实你可以先提早进场 好 那现在的盘重点来了 台北股市会不会继续攻 会不会继续攻 我们仔细来看 因为这两天台北股市跌下来的时候 都有量 将近都快到多少 你看啊 昨天是1999亿嘛 差不多算2000 在前一天呢 2月27号 我们放228假期之前 结果是2000亿的量 对不对 好 那今天的成交量呢 目前1300嘛 那预估到收盘呢 现在看起来大概1500到1600左右 那可见的呢 这个盘间啊 跳空涨了100年 然后呢 现在又多涨了100年起来 可它量没有很明显的扩大 那这代表着说 追价的意愿它不是很够 但是呢 你量没有非常的大 那也预告着说 诶 这卖压没有那么重 没有说一弹起来大家要卖 没有 好 那台北股市呢 这个盘走到这个时间点 它不可能 现在因为量没有出来 所以它不可能去走V转 它不能V型反转 一路再往上攻啦 因为你现在肺炎的问题还在嘛 对不对 所以呢台北股市 这一波的反弹它在延续 但是呢会有一些弹书 什么意思我们仔细来看 反弹的空间有多大 我昨天就有跟会讲说 美股要谈了 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资金面的问题 什么叫资金面的问题 因为川普要求联组会 你赶快降息嘛 那现在市场都认为说 三月降息的几率是百分百嘛 甚至有人会讲说 应该可能会降两码 好 降两码 我的看法是这样啦 也不用一下降太多啦 稍微分几次来降 那对股市是最好的 所以目前因为整个联准会的主席 鲍尔也说嘛 联准会可能会采取行动 来提振美国的经济 所以大家认为它要降息啦 那昨天会造成美股大涨的原因 那是因为 现在要做这种降息的动作 现在也不是只有美国啦 因为连那个日本央行 或者是英国央行都开始表态了 这好像有那种 好像全球央行联手要来去救股市一样 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啦 因为你现在疫情的问题还在 那你现在想看喔 美股昨天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是因为它这波在肺炎的情况之下 它之前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到后面受不了了 结果出现补跌嘛 所以它看起来跌势非常的快 跌势非常的快 但是如果说你从日本央行 也要有那种救世的行动 可是我觉得 今天日经指数并没有大涨 就耗在这里 就耗在这里 所以呢台北股市这里 也不可能去走V转 但问题是 这个反弹是有机会 原因在于汇率 什么意思 你注意看 昨天我就跟各位讲嘛 如果联总会 真的能够如期降息的话 我觉得对亚洲股市都是有利的啦 因为最起码你的美元走势 它会不强嘛 对不对 昨天美元的破年线 这波来到99.9嘛 之前肺炎的关系 把它当避风港 结果后来呢 大家预期会降息 结果开始跌 开始跌 有没有 那这一跌下来呢 你就会发现到 新台币汇率 昨天大升 今天还在升值 那新台币汇率升值 升值一出来之后 虽然你那个外资的卖压 好像还没有说很明显的减轻 或转卖为满 但是你新台币汇率升值之后呢 会让外资的钱它留在台湾 所以你台北股市呢 到底这个盘 有没有机会一路再往上钩 后面要去看什么 你这个汇率的走势 如果汇率能够维持升值的话 我认为外资会开始慢慢的买盘回楼 但是如果量能没有增加的话 我认为台北股市又不是V转 所以它弹起来之后 来到月季线这个位置区的时候 台北股市照理说应该还会去走区间 它还是会去走区间 所以整个三月份的盘势 我觉得跌升的会弹 但是又不是V转 那你上面还有一些反押债啊 那现在怎么办呢 所以台北股市呢 在三月份的走势 应该要把重点放在个股身上 也就是说指数反弹的空间有 但问题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呢你个股 尤其跌很深的股票 它反弹的空间会相对更大 所以你要先从个股的角度去抓 好不好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这个盘势 不了解 或者是呢 你连个股不知道怎么做的 我再说一遍 三月份开始 我们新的LINE 这个LINE 我希望能够帮得到你 三月起呢 我们盘中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用影音的方式来跟你解盘 然后呢来告诉你个股在哪里 所以我希望说 你看我们的LINE 就能够赚得到钱 好不好 那到底赚不赚得到呢 好我们直接来看 刚刚我已经对这个盘 给一个结论了嘛 我说你台北股市又不是走B转 你现在肺炎的状况 都还在延续嘛 所以呢台股有机会弹 但是这个反弹起来上面还有一些反压 然后呢所以台股未来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区间 那既然是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当然我们把重心就放在个股上面 可是问题是个股要怎么去做 好各位我昨天跟各位讲过 因为你台北股市啊 2月份到现在3月3号 前面2月份 它是不是已经谈了一波起来 对吧 但问题是 如果在2月份已经谈起来的股票 我说你就不用去追了 好那些个股就不用去做 现在你要去抓的是什么 既然你台北股市有机会谈 那我当然还是去抓低点 什么叫抓低点 也就是说前面之前它反弹幅度不大 那现在呢 经过了2月份到今天3月3号 有些个股它就在手过底嘛 也就是说 它没有完全弹起来 但是它底部开始慢慢打出来 那这一类型呢 底部开始慢慢打出来的股票 我认为那是低阶的机会 也就是说 你没有追高的疑虑 好你也不用去追啦 反正有低点你就买 好那到底什么股票 好各位我们仔细看 我说昨天在LINEX里面 除了盘之外 还有跟你讲个股 我昨天在LINE里面 我们在盘中的语音 我就拿一档个股来跟各位做说明 好那昨天你看我们节目应该也知道 我昨天跟各位讲这一档 3673的TPK 有没有那时候我怎么跟你说 我们先从形态来看 它二月份有反弹 但问题是反弹起来之后 它又回到前低嘛 那这代表着说 有些个股在这个时间点 它慢慢的开始去走一个 比较扩底的走势 扩底的走势 所以我今天三月份的操作 我说有些个股弹上来的 你就不用追了 那你现在把你的资金 你想说因为肺炎的关系 然后你又怕追高 会不会今天买下去明天又点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不要追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讲嘛 我们去抓什么 抓那个低档型的个股 有没有正在打底的股票 好那这一类型的个股 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 就是会不会有人低接啊 昨天我跟他讲说 你看TPK 投信将近这块一两个礼拜 都在低买嘛 对不对 那代表说有些股票跌下来 其实当他已经来到相对的低档 甚至于有投资价值的时候 大股东会进去 要不然呢 就是法人会开始去做低接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介绍的股票 是这一类型的 不是说那个已经弹上去的股票 好所以总有跟他讲嘛 既然你法人已经开始在做低接 再加上呢中国的欧非光 在这地方呢 因为他的那个订单 他公司还没有完全的复工嘛 所以有些转单的效应 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再加上未来那个折叠式的手机 跟触控而言 这些都是最得利的嘛 所以我说有低点你就买吧 对不对 昨天就这样跟他讲嘛 好我敢说啦 昨天看到盘跌了120几年 很多人大概也不敢买 因为盘看不懂嘛 你认为说啊这盘呢 可能还会再跌啊 结果没有想到今天盘谈起来 对不对 那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啦 美国股市都已经有人在低接了 美国的高科技股打到年线 现在已经变支撑了啦 所以呢昨天美股报复性的反弹 所以我说嘛 有低点你就买吧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我昨天会员就开始低接啦 45块以下我们就低档买 我们都是低档买 因为这个盘你最起码 要看他有没有机会反弹 如果他还会再跌 当然我们就不用进场啊 那如果说这个牌有机会要上来了 赶快先进去嘛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仔细看嘛 今天就上来了 有没有 我买在45块以下嘛 那今天涨起来之后呢 最起码你会发现到 双底的模式里面 我们买在右边的底 也就是说还没有上涨之前 我们就把低档 先把先抓低档 然后呢我们进场先去承接 所以当他一涨起来 他慢慢的会离我们的成本越来越远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里面 我问各位啊 你要怎么去追盖 不用追啊 你会说啊老师 我不知道这个盘我怎么做 个股要怎么做 魏根贵讲过啦 很多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LINE 当你利用这个LINE 其实你今天看我们的LINE 这几年以来 你看我们的LINE 我不知道出了多少标 而且很多时候呢 我是让你看LINE就赚钱 什么叫LINE就赚钱 你来仔细看啦 台北股市从新春风光晚之后 整个疫情开始爆发 当然市场上现在对这个事情 都很感冒 都很恐慌 可是我说股票市场就这样嘛 他一定会去领先市场先走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掌握的就是 投资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台北股市虽然指数到现在为止 从过完年到现在 真的表现不怎么样 可是不代表说你赚不到钱 比方说2月份 台北股市不是半年线开始弹起来 反弹的空间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大 可是那时候我们跟各位讲 破半年线你要进场去买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LINEX里面 所介绍的个股 各位你仔细看嘛 这是2月份 我们第一波减便宜的股票 到今天为止 你光看%数就知道了 你不会只赚那个2% 3% 只要掌握得到盘市的脉动 好他反弹的架构怎么样 然后到底他轮动的方式在哪里 如果你能够掌握那个低点 我们有一档个股叫你追啊 当初的加联益 2月3号台股破半年线 我就跟你讲 这个地方就是要买 结果呢 起码超过两成 那你今天呢 如果加联益 第一档你没买 然后呢你还在观望的 没有关系2月6号我再推出一档 那时候我跟你讲什么 我是不是跟你讲过汉讯 对不对 我说嘛 有第一档你就跟着去买 结果呢也是超过两成 如果说前面这两档个股 你都措施的 没有关系 后面还有一档个股嘛 有转单效应的经长科 这些都在LINE里面介绍过 我们都提早跟你讲过 所以呢 当时你跟着做 最起码也都超过两成 对不对 这是第一波的操作 你再仔细来看 在我们的LINE Edge里面 2月份第二波的操作 比方说台胜科 当初在跟你讲的时候呢 全市场没有人跟你说 113块进场去买 买完之后呢 快三成 你没有买完快三成嘛 这是波段还是短线 应该很清楚了 那这次呢 关于肺炎的问题 三剂类股 我们都抓一档 高端疫苗 结果你去看 超过三成 所以你不是赚不到钱 现在是因为 受到肺炎影响 你没有信心 然后你也不敢买 可是呢 当这个盘有机会的时候 你越不敢买 很多时候那个低档就出师了 当年会说 老师我不知道什么叫低档 我就跟会讲过 你用这个LINE Edge 它可以帮得到你 它可以帮得到你嘛 你看我昨天就跟你讲 这个盘美股要谈 那个讯号已经出现了 所以当讯号出现的时候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跟我们的LINE里面 我就建议你啊 赶快先去做低接 赶快先去做低接 而且我现在介绍给你的股票 不是涨一段的哦 是没有涨的股票哦 所以我跟他讲啊 当你低档买完 然后呢 当股价呢 稍微一动起来 我跟你说啊 到现在为止啊 你的那个股价会离你成本越来越远 所以呢 当它离得越远 你越安全 然后呢你赚的越多 只是重点是 每次这个低档你都措施的话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要赚 如果你是为了个股 你手上的个股烦恼 我是建议各位啦 烦恼有没有用 你干脆让我看一下 到底呢 持股到底有没有机会 到底是不是 类似像已经来到这个低档的位置区 可以再加码 到时候要又依照你的个股的模式 或个股不一样 到时候会给你不同的建议 好不好 所以呢 你想要反报为生的 你想要掌握这个盘面里面 去捡便宜的机会的 我建议各位 赶快跟着一起来 或者是 到时候有疑问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LINE ADS里面 去做留言 你的股票呢 价位什么的 你稍微写清楚一点 到时候留个电话 我会先回答你 好不好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你持股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解套的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操作的 那个加码点的时间点 到底在哪里的 把讯息留下来 我看到之后 我再回答你 所以依照每个人的持股不一样 然后我再告诉你 怎么去操作 好不好 所以有任何的需要 欢迎你再LINE留言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LINE ADS OK 那我们回来再看 还有什么样的个股 他在这一波三月份的走势 他就是能够比大盘强势先谈 方向在哪里 待会儿回来跟大家做解说 好不好 休息一下 亚洲头顾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 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头顾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头顾 真心照顾 亚洲头顾 车怎么开门啊 你怎么开门啊 来啦 来啦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害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语等 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今天反弹 把昨天叠的都吃回来了 不过 这盘会不会继续弹 那刚刚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 跟大家做分析啦 目前的盘是涨了185点 不过今天弹起来 量没有完全扩大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也算好事啦 如果说盘 这个地方如果量又放得非常的大的话 这有意高的说 嗯 有人趁反弹起来 他在偷卖 好 他在偷卖 所以呢当今的盘 目前1470亿 预复到收盘大概1500 1600左右 台北股市虽然量没有很大 可是呢也没有什么很长的上影线 所以呢代表着说弹起来的时候 卖压没有很重 但问题是台股 毕竟它不是走V转 可是呢台股如果说 反弹空间有多大 我说未来还是要看汇率 好 还是要看汇率 汇率如果说能够持续偏深的话 虽然你外资最近都在卖超 但问题你的汇率是走深的 他把资金汇出到其他的国家 人家在贬值 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呢只要这个东西守得住 那外资的买盘会慢慢回来 好 慢慢回来 所以我觉得台股这个反弹 还有机会还会再延续 但问题是因为也不是V转 所以可能台商来之后 会慢慢去走区间 所以呢台股的三月份的操作模式 应该把重心放在个股上面 好 所以个股的操作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 在这个line里面跟大家去做介绍 我希望说 你不要去走冤枉路 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怕去追高 那可是往往在低档 你又不买 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我们在介绍的个股 全部都在低档 跟你去做介绍 好 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line ad 我要让你看来就赚钱 所以好的股票 我们会提早做说明 好不好 所以 还没有加入我们这个line的 欢迎你加入 OK 好 不仔细看 不过昨天就跟我讲 因为台股这地方应该要谈 好 因为跟美股有关 好 那现在美股昨天也 也出现明显的上涨 所以呢我们昨天就开始 跟你介绍一些个股 比方说 我们昨天介绍这档TPK嘛 我说反正在低档 好 反正最近都有一些法人的买盘在 所以呢 你可以是注意一下 结果呢 你昨天如果进场的话 我跟你讲后面涨多少都是你在赚 好 什么意思 都现在已经涨上来了嘛 昨天我们在45块以下 我们就进场去嘛 好 那现在来到467嘛 慢慢的它的形态 已经开始要打出什么 W的双底嘛 如果这是站上月线 现在月线成本降低嘛 所以这个反弹的空间还会继续 好 还会再继续 所以当你先买低点你不用担心 OK 好 那除了这档个股之外呢 那还有什么样的个股 有这样的特性 好 我们仔细来看 其实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更会讲一个观念 我说 其实这是肺炎的问题 会让很多大厂去思考 将来公司的营运要怎么做 这个肺炎一出来的时候 你看最近那个中国大伦 很多都关紧闭啦 结果工厂呢 也没办法去上班 那你未来公司要营运呢 我就跟他讲嘛 可能慢慢的会有一些机器化的设备 可能用机器了 到时候人力减少到最低 可能一个人 一个人看管两台到三台的机器 欸 这样就够啦 就算你有什么肺炎 哎呀 还有什么问题 机器会生产 所以呢 对营运没有什么损失 对不对 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讲过 我认为三月份开始呢 相关的一些什么工业电脑 或机器人的概念个股 它会动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其实在这一年以来 它都是呈现一个大抵完成 我觉得已经底部了啦 已经底部了啦 那以后以底部的形态来看 其实会发现啊 近期不管是外资或投信 都有低阶的买盘去介入 都有低阶的买盘介入嘛 那我把这个位置 我怕是把它放大 我昨天就有跟各位讲啊 很多个股在低档的时候 都会有什么 法人的买盘 你们发现那头信怎么买一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那是未来的方向 所以有些个股 已经有人开始慢慢在吃 慢慢在吃 所以呢 我今天要给你的观念就是 你不用说一定要等到答案出来 一定要大涨之后 你再来说我可不可以买 有低点你为什么不买 但你问我说 老师啊 这档是哪一档 老师啊 这档是哪一档 好 那我跟各位讲 这档个股其实我有公开 但是呢 我都是在这个Light Ads里面 我用影音的方式告诉你 下一档在哪里 我们电视上不要去打乱他筹码了 好 因为法人正在吃货嘛 你也看得到啊 法人一直在买啊 不要去打乱他筹码 你想要去掌握低档 你想要去掌握三月份 具有那个波段公司的股票 你要先买的 我谢谢你啊 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Light 到时候我Light里面都会有公开 所以好的股票 我们都会提早跟大家去做解说 好不好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不要说每次啊这个盘 等它涨上去之后呢 低档没有买 到时候呢又不知道要买 还是不要买 到时候每次都卡在那里 如果台北股市这个反弹 有机会再延续的话 昨天已经告诉你了 很多个股在低点了 那你只要先切入的话 到今天为止 你已经准备开始赚钱了 好不好 所以整个三月份 减便宜的行动 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呢如果说 你今天已经错失了 前面二月份 我们有两波的减便宜嘛 都让你看到波段的利润 三月份的减便宜的方式 正在进行当中 想赚钱的欢迎你 广告之后跟我们做联系 祝大家操作顺利 年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亚洲投资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资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投资真心照顾 亚洲投资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资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投资真心照顾